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7月8日通报 香港新增24宗新冠肺炎确诊个案 包括5宗输入个案和19宗本地个案 累计确诊个案总数增至1323宗 新增本地个案涉及多个群组 地点涵盖养老院和食子 其中8宗确诊个案来自港泰护老中心 3宗来自佐敦新发茶餐厅 2宗来自平石村兵记周面店 据悉这三处此前都有确诊个案 另有一名低市司机应入住深切治疗部 暂未知是否与新发茶餐厅群组有关 香港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军称 14空气不流通且时刻用餐时都无佩戴口罩 很容易造成病毒传播 呼吁大家尽量减少外出用餐 加强自我防范意识 我们最近都发现 其实很多个案都好像跟食野那类的东西有关系 因为其实食野的时候大家都是会一起 会不戴口罩 可能都是一个 如果万一有些人是有些人性的感染 或者很轻微的症状不知道的话 容易传播 特别是地方比较窄 或者空气不流通 可能都会容易有些传播 所以其实买外卖都是一个好的选择 19宗新增的本地新冠肺炎确诊个案中 有五宗源头不明 前因存在无症状感染者 若无法及时发现和就医 有很大的潜在传染风险 对此张主俊称十分担心 如果松懈 疫情病例数可能以倍数激增 认为现在是收紧防疫措施的时机 现在我们的源头好像很多都是找不到 或者是一散散出来 不是说全部都可以找回那个源头 所以都是非常担心的 而看外国的经验 其实这种情况是很容易会爆发得很厉害的 因为他们这个病的传播性很高 在大家不留意的时候 如果是松懈了的话 他们根本上是会以倍数激增的数字 我也觉得香港是用这个松弛的策略 去看看控制本地的疫情 我觉得现在可能是一个收紧的时机 如果是一个存在的时候 感谢我们的感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